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直播又开始了,今天纽约上周,那我先看一下成功了没有啊,今天纽约上周,气温是一度,明天后天晚上零度,所以我不能在阳堂上直播了,我搬进这个家里面来,坐在碧楼旁边, 有点冷,出去的时候还要穿连衣了,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叫什么,碧楼谈话,是吧,围楼谈话,那我看一下啊,近来的人听见的给我发一个信息,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操作起来这个东西啊,非常不熟练,而且经常网络会有问题的,家里有点乱了,不好意思啊, 给大家请大家谅解,那我把阳台上这个草地上的这个摇椅盘到客厅,只有我做得出来啊,因为呢,我经常有时候累了在那躺着,一边摇,一边就休息了,给人感觉永远在旅行,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旅行家,150个国家都去过了,经常在飞机上过夜啊,一飞就是一晚上, 所以有时候,呃,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在车上,车上还差一点,主要是在船上,飞机上过夜啊,我比较喜欢,你看,像,这有点乱啊,有点乱啊,各位,看一下,嗯嗯嗯嗯嗯,没有办法啊,那今天呢,要给大家谈谈腐败, 大家可能看,这腐不腐败啊,肯定不腐败,这在美国是一个中产偏向的人住的房子,我看一下留言,是不是赶紧了啊,很流畅,太好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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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烦这个网络不行啊,网络不行,因为我不是态度,在家里又没有人帮忙,大家看看啊,这个壁楼还挺有用的啊,说真的,呃,我在澳大利亚,香港啊,欧洲啊, 啊,包裹在美国住的时候,一般不用壁楼啊,暖气一开我就不用,哎,这次我发现啊,壁楼很有用啊,很有用,里面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有的是电气啊,煤啊,呃,呃,都都,都,这个地方都很浪,你看,一度的气温,我还没开暖气啊,这个穿的很少,一点也不冷,嗯,今天呢,给大家哈,聊一聊腐败,腐败啊,聊起来话题就长了,非常长,而且这个,这个, 大家肯定会知道,我对腐败有特殊的感觉,啊,呃,目前在这种,呃,网络上啊,市面上跳来跳去的,恐怕有很少很少,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在体制内这么深,在体制外,啊,也这么几乎,国内,国外,啊,上下,也都认识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腐败确实有很,很,很,很不一样的认识, 这个不一样的认识不一定是对的,啊,而且不一定是,就是说,符合我个人的价值观的,例如说,大家批评我特别多的,啊,前几年,大概是,这一件领导人上台之前,啊,我就,呃,说,啊,反腐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支持北京,反腐,啊,这个东西说真的,大家都知道,我就凭这一件事, 你外不是人,上下不是人,啊,今天呢,给大家就聊聊这个话题,因为关于腐败的东西,我写个,我告诉你,至少一百万字的文字,如果讲起来,那太多了,方方面面,什么东西你问我,我都可以回答,所以我更喜欢互动,但是呢,今天就找一个,就是我对腐败的认识,为什么让我决定,啊,支持当局的反腐,你们在海外的,很明白, 这种反腐有用吗,反腐难道不应该靠制动吗,这种运动式的,有选择性的,甚至把它作为权力争斗的一部分的反腐,有用吗,你老羊头支持,你抱着什么目的,你是什么心态,对不对,这个你一问我,很多人这样问我,体制内外这样问我,海外的这样问我, 其实呢,我们知道,制度反腐,不要说你有很高深的理论,只要对过去一两百年的历史,世界历史,拿一个初级多本,大概小学六年级的多本,你都知道,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当然要制度反腐,这个制度,这个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但是在反腐上面来,没有比它更好的, 没有把权力交给民众,把建东政府的权力交给民众,让媒体自由开放,让民众有说话的权力,让实行法制,法院是讲法的地方,也是讲理的地方,这是最有效的,老羊头,你知道这样,你为什么还支持反腐,那么体制内的,在国内,我受到的冲击,或打击,甚至孤立, 就更不用说了,首先,我的朋友里面,基本上,就是说,能整天在一起的,同学,同事,亲戚,这个混得好一点的,还有我的大量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中产,甚至以上的,那我后来有很多读者,还有我组编中国三十个省市的,那个认识的一些朋友,那当然,这是新的朋友,这属于网友,或我的读者,那不一样,那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我说,我个人生活中的这些朋友,基本上,都是中上层的,甚至,非常高级别的,都有,他们,以前,对我讲民主,宪政,自由,非常支持,但是,这个支持,是,这个,这个,淫于言表,也就是表面的支持, 例如说,我要到他们那去了,大家对我非常震动,请吃快,哎呀,这是老羊头,民主想宪政,这个,民主小贩想宪政的,哇,官员围在一起吃饭,啊,把我作为做上宾,然后喝完酒之后,拍拍,啊,小羊,那时候还是小羊,中羊,大羊,现在老羊了,行,你有什么虚啊,我们帮你解决, 要车吧,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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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你也想要,紧车开了,啊,这样,他们很珍重我,但是,其实,从来没把我当回事,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我讲的那一套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曾经和他们一样的,体质内出来的,他们对我有一份珍重,觉得我这人,傻逼逼的,傻又傻的可爱,老羊头,你看,你们,看见有几个体质内像我这样的人, 说实话,你们可能一个都找不到,如果我把我经历说出来,你们一个都找不到,我从来没有在体质内犯过任务错误,从来是贫不清理,做得非常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放弃这一切,你来讲这个东西,我们觉得你傻的可爱啊,这个人还整天爱博,当我反腐败,来,打腐败的时候,也是对我所有的这些亲戚朋友,我的哥们,我的同事,我的同事,我的同事, 学,还有那些招待我的人,一种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和他们一样,都是在这种腐败的体积,腐败的文化中,首先被培养出来,第二在里面混得很好,虽然有很多抱怨,包括一些官员,觉得活得没有针眼,见到领导就在把屁股翘起来,好像直插,以前给皇帝跪下,没有跪下, 但是,转头,他们面对老百姓的时候,地位之真宠,马上赢回了面子,也赢回了心理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活得好好的,你脑羊头突然之间不搞民主宪政了,搞什么反腐,你这不是要了命吗? 所以,各位,我在体制内,我在国内,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很多朋友不一样了,那么,这是我的海内外的朋友,那么,在体制里面,你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以前,昌通福祖,谈民主宪政,传播这个自由,法治,文明的价值里面,没问题, 当我突然之间,好像按你们说的,要被收买了,被习总收买了,支持习总反腐的时候,你们发现,我完全没有空间了,对不对? 有人说,这几年延了,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延什么呀,你从抓人的程度过方面来,稍微客观的看一下,延嫩控制,肯定是延了,但是,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就是我连把体制也得罪了 我其实,我的痴心,从来没被改变过,结果全部得罪了,也就是说,当我支持这种样子的反腐的时候,我基本上发现,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了 为什么?因为七十年的教育和这个制度,不但把腐败弄成了政府的制度的一部分,他们操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变成了整个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 没有腐败,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所以,我在批评这个制度和上面腐败的同时,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说,今天你腐败了吗? 今天你腐败了吗? 在这种腐败已经弥漫到各个地方的时候,每一个生活中,甚至弥漫到一个搬砖头的农民工的时候 中国的腐败,目前的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明确这样说,这是中国的腐败 所以你们看看,抓人,以前经常开玩笑的时候说,这个无关不贪,隔一个抓一个,把官员站起来隔一个抓一个,会有放过了好人 严格上讲,现在的贪污腐败比中国历朝历代都严重 你可以不要看那些细说历史,好好地研究一下历史就知道了 现在的腐败在体制内弥漫的程度,在社会上弥漫的程度 没有腐败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生活了 很多事情回去,这些年,让我这样的人已经感觉到很不方便了 因为没有腐败 回到家乡,你找一下你的同学,你以前的同事,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堂堂正正应该解决的 可是我不找人就解决不了 当我在一起找人的时候,哥们就说,哎呀,现在不好做了 有的关系不太好的就说,你不是反腐败吗,怎么你也搞腐败啊 这是说到我们这一层的文化 那政府部门之腐败,外面的人隔靴搔痒 你根本,看一下留言啊,不好意思 没有腐败寸步难行 没有腐败寸步难行 那么,哎呀,这个壁楼很好,壁楼很好 建议中国这个,不过不过烧柴货好像不是太好 我们的资源不是太多 那么,我是说,这种支持,支持反腐,让我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我触动了一个根本的东西 那么下面就是简单的讲一点 我明明知道制度可以反腐的时候 为什么还支持当局用这种方式反腐 这个事说起来很简单 制度能反腐,如果能实现制度,那还需要我反腐吗? 还需要你反腐吗?把全力交给民众就完了吗? 但是,遥遥无期,不但不可能,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指望 所以,我支持当局反腐 他说,有有有有,网友问,那你就支持当局反腐 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我告诉你 中国目前的制度变革,包括社会转型 所谓转型就是民主化转型 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就出在腐败本身上 苏联七十年,包括东欧,转型 一夜之间发生了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越南 一致的慢慢变革 我告诉你,肯定比中国快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北桃圈变革很可能比越南更快 为什么?因为他要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变化 政治转型,意识形态的改变 没有一个经济模式 中国和苏联,东欧不一样的地方 他在邓小平的这个智慧 这个时候说智慧就要打个引号了 他是要在政治不动的情况下先经济变革 也就是经济变革,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 实行资本主义嘛,市场经济嘛 但是前面有个大帽子 社会主义领导下的,共产党领导下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权贵说实话还不准确 它就是共产党领导的 绝对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这个才更准确 如果用到后面这个概念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世界上历史上没有认为过国家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转型困难应该从这里面来找 找什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我观察的够多 我的朋友可能比经济学家都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要变革 苏联要变革的时候 你们看看整个这个社会变革 包括体制内体制外变革 我们就在讨论 这个制度跑不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民说话 我们怎么怎么 真正变革的时候 高尔巴乔夫 非常容易就交出权力 他就是交出了一个政权 对不对 他还交出什么呢 如果是现在要实行这样的变革 是交出一个政权 把权力还给耶利金 还给议会 还给动瓦还还给人民吗 不是 他要交的是海外几百亿的成款 要交的是地下室三亿美金的成款 他要交的是最近披露的一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金融巨虫 那个公司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一百套房子在海南 藏了一百个女人 这个这个 贪腐多少我还不知道 家里面藏了几个亿说是 这都是报道的 对不对 然后昨天的新闻 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女儿被发战了七分钟 碰把你抓进去 还有刚才宣判的这个这个什么 卢尾也是三千多万会了 我给大家讲起来 你就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要变革要克服的事 不是政治和义气形态 我实话告诉大家 在国内传播自由民主宪政这么久 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下 也不是专家学者体制外 体制内的官员 对民主宪政和权力制衡的理解 远远高于你们现在在国内的这方面 搞民主自由的人 包括我的兜者 不客气地说 他们比你们了解太深 他们的了解 还基于自己 在一个不民主宪政体制下的 这种多年的滚摸爬 这个这个滚摸爬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他们出国的机会比你们多 他们看的文件比你们深 他们坐在办公室喝茶的时候 是在观察着美国的政治 你有多少时间观察 他们真的比你们了解 他们如果说从制的意识形态上 最想放去的是他们 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他们不能放去的是特权 保驾护航上面的巨大的财富 巨大的贪污腐败 这个放去不了 苏联的共产党 那些所谓的克格勃被搞掉的时候 家里面哪个人藏个 一千一百万美金的称款呢 如果有名 你们看看是谁啊 越南 十年前我跟他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越南这个国家的旅游局局长 穿了一件二手的西装 如果 给他们讲道理是可以的 让他们认识到什么叫制度 什么叫意识形态 怎么样 但是你现在给中国的官员 没有可能 哥们儿 你跟我讲民主宪政 我特别喜欢你讲的 老杨童 民主宪政嘛 就是保护少数人的财产 如果你能实习这个制度 我愿意 但是也不要太急 我的财产 还没有多到几百个亿 需要保护的时候 我现在才几个亿 我现在才几千万 我的朋友 在体制内的 基本上都是几千万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因为 不用我多解释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克服的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说真话 政治的观点这些东西 争一争 谁都愿意放去 你们看 我们在网上 你给我争政治观点 我从来不脸红 包括你们一些海外民运 争政治观点的时候 没必要脸红 争对脸红的是什么时候 哇 他得到了民主基金会的支持 我没得到 哇 他从共产党拿钱 我没拿到 哇 他吃饭不请客 他贪负了什么钱 就那么一点点钱 那么一点点钱 你就这么计较 中共官员他会放去吗 他动不动就一百个情妇啊 一百个情妇是什么概念 每个情妇要安排好 每个情妇比老羊头过得好 你们想想什么概念 这个情况下 你在和他谈民主宪政的改革的时候 你是要 要他的命 要他的身家性命 你过来今天敲我的门 说老羊头 这个你的民主是错误的 我会对你笑一笑 今天你过来 突然说 要把我的厨房 把我的冰箱清空的话 我肯定拿刀子砍你 对不对 连我都这样啊 他们不这样啊 我肯定拿枪打你 他们不这样 所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改革 要需要找到一个制度来限制腐败的这个制度 在目前的情况下 基本上他们把你的路淡绝了 不可能了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转而支持 反腐 有人说 那还是要制度反腐 制度反腐 有当然好 没有 目前就是这样 而且 同我对体制内外的认识 我有一个感觉 我看一下留言 不好意思有点远 不要这么夸张好吗 给我一个情妇 我招呼过来 你忘了我是卖袋鼠菌 卖庄养药的吗 这么小看老羊头 要不要我脱光你看看多少肌肉 所以呢 我还认识到 就是目前的腐败的形式 第一 他们不会让你顺顺利利走向民主宪政 或者是民主化转型 不要找西方那一套 我们搞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另外 就像大家认识的一夜之间起来 金融垮了 以前这个转型成功了 以目前的腐败形式 至少未来五十年这个政权 转型后的政权 是完全掌握的 在这些腐败分子手里 我明确告诉你们 你们根本 所谓 没有希望 成为一个非常正常的民主国家 民主是什么 不就是 这个 钞票加选票 钞票是富人的 选票是老百姓的 老百姓在长期这么多西 那个之下 再被钞票控制 那太容易了 所以说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 这个情况 后面这个情况 有可能还有一些改变 我有可能说的有点夸张 这就是为什么 而且我知道 现在的腐败 不是说 民主制度 一来 就能控制住 甚至在民主制度上 它沾空子 会更严重 会更严重 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 这个又要老羊头 又要讲他的这个民主了 我们知道 包括发言于美国 法国和英国的这种民主制度 如果这个 靠这个 这个北京左派攻击的 攻击的是有道理的 它就是一开始 就是为了 保护少数人的 什么 美国的这帮的人 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 可以投票 可以参加议政的时候 他们做出的宪法 第一条 最重要的一条 是什么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对不对 所以 你虽然有严能自由 老百姓你有投票权 但是注意 你的严能自由 投票权不能剥夺 我富人的财产 这不是结了吗 所以 为什么我以前 讲民主宪政 有些官员非常开心呢 如果搞这样的民主宪政 我倒挺喜欢的 我这楼下三千 三百个亿 花这三十个亿 花这三个亿 你给我保护 你们这个报名起来 也推翻不了 是吗 美国历史上 从来 法国历史上 英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资本家的财产进行 重新規备这种东西 可是在不减的情况下 中国的财富都是怎么来的 那再想一想 很多人 说到左派 说到这些人 怀念毛泽东的人 都愤世激熟 但是你们要想一想 他们的教育水平 或他们对社会的认识 现在你要搞 美国的那个民主宪政 你准备怎么搞 搞完之后 我告诉你 按照美国 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 穷的人照样穷下去 很可能现在 我们还有一个皇帝 很可能他哪一天 悲天迷人了 他来搞点福利 到那时候 你可能连这个福利都没了 你还真以为 你的显卡有用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非常支持 目前的情况下 来反复 让他们不敢贪 让他们不敢贪 不能贪 不想贪 我非常欣赏 当时王岐三提的这三条 但是 你们大家也都看见了 这三条可以说是有点不了了之 反贪到现在 制度建设 反贪 确实在政府层面 做了很多东西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见 抓了多少 军委主席 整个军委里面被抓完了 什么上一届的 其实你要抓的话 很多各个部门都可以抓完 但是这个不重要 这是让他们目前暂时 有点不敢贪的时候 然后你应该在制度上跟进 可是就是这个制度上的跟进 还有点 这个 这个 推行不下去 推行不下去 那么 有人说 这个这个 老洋头 你这个好像支持反贪 有点这个支持这种 权力斗争 说真话 我对权力斗争 根本不感兴趣 而且 你知道多少权力斗争 对吧 权力斗争 哪一方 又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你知道多少内蒙 而且这些人 我说了 早就不再关心政治意识形态 或政治制度 就是利益之争 所以争一争也可以吧 那么 目前在中国的这个贪腐的 严重的程度 我就不讲了 你们可能看到的都是皮毛 经常说家里面能藏三个亿 我告诉你那是小贪哪 为什么 中国真正的贪腐是权力贪腐 有了权力变成现金 那才叫大贪 而有权力的人 哪一个人傻逼逼的 需要把钱藏在家里呀 那都是小贪哪 大贪 随便一个外汇携带针 随便利用国营企业到外面投资 把大量的钱转移到世界各地 几百个亿 几十个亿 一个亿轻轻松松 藏在任何地方 你们说美国盐 美国什么时候查到富人的户口啊 澳大利亚 香港 香港那更不用说了 香港里面的户口 你要查一下 多少人在那里 撑钱哪 这些才是大贪 你根本查不到 所以国内抓的 在海南搞了一百套房子 养了一百个亲户 把钱妻也放来了 这个中贪 大贪的老婆 早就在世界各地了 各位 这就不多讲了 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贪污啊 首先是个制度的问题 制度掌握 保持了这个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 才有绝对的腐败和贪腐 这种贪腐成各方面 多方面的发展 就像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这多大一个官呢 把老师随便传唤起七个小时 如果这个老师没有让他的小孩子 发占七分钟 我告诉你 你可能办错案 没问题 你可以抓一个老师七分钟 配合调查 可是恰恰是因为他让你的孩子 占了七分钟 你竟然把他抓了七个小时 各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中国目前的贪污腐败 超过这个历朝历代 历朝历代 现在我们都有一个皇帝 我们不喜欢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爱民如此 他至少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家 也就是说 下面任何一个贪官 我见了你就杀 我见了你就砍 因为你想把我的家 天下搞掉 对不对 所以在封建王朝 就是中国的什么专制王朝 这个两千年 你发现贪官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鲜软的那么严重 为什么 他的那个反弹的程度很强 而且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当时中国是孤立的 例如说任何一个朝战 你不管贪负多少 最后一定会被抓到 这个皇帝不抓你 另外一个皇帝抓你 你能贪负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想想 和珅怎么样 那么好的一个大臣 皇帝这么喜欢他 你一下子 儿子上来就把他干掉 但是现在中国 当然贪负了一个不同的情况 就是因为国际化了 我贪负之后财产放到国外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中国贪官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没有一个财产能传三代 更不用说夸朝代的 什么时候 你告诉我宋朝的富人在哪 你告诉我明朝 清朝的富人在哪 可是你到欧洲到美国 进任何一个古堡 都是三百年六百年 甚至一千多年的历史 主人还在这 我昨天到美国的一个公园 附近的一个公园就完 这一片地 是什么时候的 一问 当从两百年前 他们的先人来的时候 占了这块地 现在还是啥 在中国可能吗 不可能 早就被皇帝把你搞死了 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在皇帝的时代 我们不要给海外比 一个皇帝我还喜欢 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 七十年造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皇帝 尤其是在习近平以前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还是假装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县委书记 一个地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吗 我跟你说 拿古书出来对账 他的权力绝对超过皇帝 皇帝写妃子 写你从有 严格的归账 动不动还受到大臣 什么检官的制约 去说 这个不能这样写 你写只能在贵州里面写 你问一问 权力不受限制的地委书记是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吗 你们可能真不知道 我告诉你 他们想要谁要谁 一个地区里面多少人 真的是想要谁 他们就是皇帝 有人说 中国女人贱吗 真的不要怪中国女人 想一想 你生活在一个地区 你的亲戚朋友 用80%可能没有工作 甚至连户口都没转到城市里面 只要一个女人给一个 掌握权力的领导睡个觉 当成一个情妇 把青春献出一几年 整个家丑 三十多个人能找到工作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种事太多了 我走了三十多个省市 我每天 多的时候 每天吃饭一二十个人 大家跟我讲的东西很多 体制内体制外的 我太了解了 这种腐败一定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讲 中国漂亮女人哪去了 你们以为我扶扯的吗 你注意看 中国各行各业 例如说 我举个例子 高铁一个服务员 特别漂亮 三个月之后没了 你想知道他哪去了 被领导调走了 调了好的工作去了 其实最终我告诉你 80%调到领导的床上去了 你信不信 就这样 请问哪个朝代到这个程度 我们整天说 封建 这个中国的历导朝代 七航八市 这个官员去抢民旅 我看官员需要去抢民旅 那多激荡啊 现在的官员 招招手就来了 这才叫权力 权力的滋味啊 那抢民旅 我看那强盗也可以抢 老羊头拉个枪也可以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腐败这些东西 我就不多给大家讲了 不多给大家讲了 它的严重是非常 就是让你超过你的想象 现在在台面上说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不了解腐败 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们讲 真正知道腐败到什么程度 欲说还修 还到天良好和秋 他们都不会出来说 这个腐败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 世界各国 无与伦比的地步 但是 这个腐败最糟糕的是 我们都不知道该 除了制度之外 我们都不知道该罵谁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很多好朋友 他们是腐败官员 但是 他们的思想是很开明的 也很能干事的 有人问我 老羊头如果你在体制内 腐败吗 我告诉你 我百分之百腐败 你不用问 以我这种工作能力 以我这种勤快的 以我这种上进心 我不腐败 除非我能滚在一个部长 或者一个国际的领导 这个女儿的床上 我不腐败 我还要怎么在中国混呢 对不对 我以前离开体制的时候 我都没当过什么大官 我都一定知道 这个体制 它的权力 是为腐败多么的保驾出航 我自己 因为一直在海外走来走去 再加上我的工作 腐败的机会也不多 可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都尝到过 灰色收入 和腐败的滋味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 不要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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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北京的家来抓我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很明显的是 当时我的工资一百三十块的时候 陪领导吃饭 啪 吃饭 吃完之后开发票 发票开多少 大家知道的 发票可以时间开的 开二百六 这二百六是多加的哦 吃饭本身还有 一百三的工资 我吃了一顿饭开了二百六 我一下弹负了三个月的工资 可是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制度来限制它 为什么 领导签个字就完了 就报销了 我这个腐败太小了 根本不叫腐败 所以我才敢说出来嘛 腐败在这个 渗透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已经达到了就是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你用民主的那些东西 你都反不了 所以我要借助 我觉得现在系统上去 反腐败一定有他的考虑 有人说为了掌握权力 权力都掌握住了 这个部门只要上去之后 你放个什么人的 这个权力都在它了 例如说金山 上去之后 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罗斯丁 这上面那个人掌握着绝对的权力 所以各位 讲到这里啊 应该给大家解释 也没解释太清楚 但是我只是讲我的一些想法 这个想法不一定对 我为什么只是这样反腐 因为中国下一步 不管走什么路子 反这个腐败一定是一个最大的半角时 半角时 我甚至会想 你现在想回到文革吗 毛泽东时代吗 回吧 你回忌都比现在可能 更利于民主自由化的转型 民主现正的转型 因为当大家都不贪腐的时候 我们就该谈法律 谈政治 谈意识形态 谈谈理想 我相信在目前的社会 我以前不一样 当我们不是怀里喘了几个亿的时候 你再给我谈 我一定能把你说通 这有我的经验 这也是我的经验 当你的地下室有三个亿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都是假的 我如果再讲多了 你一定会告诉我 对吧 所以我刚才讲到 全国各地有很多小皇帝 这个制度本身一定玩不下去 甚至把他的最高领导人被吃掉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总统被枪杀的比例很高 其实共产党主义制度中 共产社会主义制度中 领导人被自己人搞掉的 这个机率更高 非常高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看不懂了 为什么上面说的话和下面说的完全不一样啊 好 我们当然要怪上面 怪智的 但是如果你不多考虑一下 不多想一想的话 你走不出来 你走不出来 比如说这个北京有很多政策 不知道下面 不知道下面 下面 对自己不利的不执行 对自己有利的拼命执行 你说这个国营企业或私有企业 其实真正的比例没有多大变化 我的朋友都在国营私营 但是为什么私营企业现在这么艰难呢 有人说割韭菜收钱 这是一个道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员 又找到了身材之道 你不是说要管颜吗 行 你现在不让我们腐败了吗 那个体负我们可以下手了 私营企业我们可以下手了 把税务严格起来 严格起来很简单嘛 你就要去请歌送礼吧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中国的东西确实比较复杂 那中国为什么现在腐败这么严重 我刚才讲的一个理由 就首先是这个制度或意识形态 这个权力集中就这么简单 权力集中一定有腐败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权力集中中的下方 什么叫下方呢 他集中在一个人还不说 他集中到所有的各个地方 中国太大了 他每一个地区市每一个村长 都是一个腐败的中心 我的妈呀 你这让老百姓这么受得了啊 过去每年十万起的维稳事件 我告诉你 这里面基本上只有12345 不超过五起 是反对共产党 反对中共政权 反对社会制度 绝大多数 都是反对当地的恶霸 当地的官员 权贵 权钱勾集 欺压百姓 剥夺他们的财富 基本上都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 我从来不介入一些维权事件 为什么 哥们儿你的房子被拆了 让我帮你夺回来 这制度不改你夺不回来的 我今天帮你夺回来 你明天照样丢 对不对 而且很多房子夺回来之后 他马上加入传规了 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 为什么这些事件 都被当地官员镇压呢 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那一点存款 那一点孩子在外面的花费 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认清这个了 你再放在整体里来 就知道 变革的路 其实还有很多种 还有很多种 那种 一说到这种制度贪腐腐败 就是制度 就是老大 我告诉你 各级官员非常开心 最近的这些政策 很多政策 你们都可以看出来 各个地方的执行 都是在为自己服务 当然 他们的根源是在于制度 因为制度保证了他们不受限制的权利 这个没有问题 我彭义你 我没有新闻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完全剥离开来 只看见制度的话 那你不知道怎么走出去 那么我刚才讲了 政治制度是一个方面 文化 中国的文化 这个腐败 确实也是源源流畅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 没有信仰 可以这样跟大家讲 宗教信仰 这是一个信仰 一块儿 还有信仰 也就是中国人 长期以来传统流传下来 被共产党定为迷信的东西 本身也是一种信仰 我不 我们因为 宗教基本上 西方人认定的宗教的概念 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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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国的 长期以来的 这种民间流传的 例如说这个造王爷啊 这些东西玉皇大帝啊 这其实都是一种宗教 只是没像西方人那样 把它综合起来 49年以后 中国从宗教到信仰 基本上被破坏殆尽 人类的历史上 还有世界各个角落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 十亿人左右 我当然十三亿人 我另外三亿人 应该是有宗教信仰的 十亿人左右的人 是无神论者没有信仰 哇 身体就是一个尸体 在这种情况下 道德底线怎么可以提高 没有任何信仰的群体 在历史上没有 你们知道吗 我告诉你 赶快移民吧 今后还有过多事会搞出来 当这些官员 没有任何信仰的时候 什么事干不出来 当老百姓都没有信仰的时候 我什么事干不出来 对吧 所以各位官员 你们贪污是可以 只要你们 钱转移不到国外 迟早有一天 全部还回去 你们子最后的 会为此付出代价 因为你们也没有 这些老百姓 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所以在这种几个情况下 文化信仰和制度 让中国的腐败 猖拒到无以复加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我支持习总的反腐 因为我觉得 公司这种反腐 已经没有办法了 地球上没有东西 能对付这种反腐 这种腐败 没有 所以这是有一段时间 我比较支持反腐 受到大家不理解 要中国要踏出另外一步的话 没有这个 大家看看 这是我的工作室 秘鲁旁边 电脑 我一班 还有手机 还有三四个 我有时候看中国的 这个 因为我也是文艺老年 看中国的电视剧 我都是看几个 外国的电视剧 看一个 看看 这个资讯比较多 所以说起电视剧来 你们知道的我都看过 我都看过 包括说起的这个新闻 我也都看过 不过最近 就是比较 退出来了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讲 只是检视一下 中国的反腐 我讲了一些这些东西 那 其实呢 目前来讲 这个反腐 在这个体制内外 已经造成了一些 这个 这个 效果 现在呢 当我再回去 跟一些官员交流的时候 他们 不再像以前一样 把我当个小玩意儿 很尊重我 拍拍肩膀 小杨 你不错 内心是 你那玩意儿 你的老单 什么老单 还搞什么民主宪政 现在官员不一样了 哦 很紧张了 我这财产 没转移出去 现在都收紧了 迟早查到我呀 老杨头 你讲的民主宪政 什么时候到来啊 民主宪政什么时候到来 民主宪政到来的那一天 第一句话就是 神智财产不可侵犯 对不对 大家搞了半天 都不知道民主宪政的起源 是保护私有财产 新性资产阶级 对这些封建社会 这个时候 他们有了新的财产 他们没有爵位 他们需要重新保护自己 这个财产的时候 民主制度才出现了 他不是 这个这个 老百姓说 我要投票权 我要严认自由 不是这么回事吧 所以我们对民主 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民主是这样来的 那么中国要这样来 一定有一个公平的 那最好的办法 由当局 把腐败压下去 过一段时间 能让老百姓淡忘 让真正的你们为这个服务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民主专心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今天只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因为讲起腐败来 我告诉你 我讲 十前十页 也讲不完 也讲不完 今天只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我为什么支持当局的反腐 各位在 反对这个反腐的时候 你也要用脑袋稍微想一想 不反腐 你的制度就来了吗 你的制度就能来限制这些腐败吗 稍微想一想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我们不是生活在 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 谈这个问题 我们是在脚踏实际 生活在十三亿中国人中 所以呢 我的文章 有关于腐败 有很多东西 中国出现了无数个皇帝 而不是一个皇帝 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 所以有时候 什么集权啊 或这种分权啊 不要 不要跟着其红 觉得好像现在的权力 地方诸侯没有权力了 哎 你们有过三十多年的权力 你们搞过什么改革啊 你们不就是把老百姓 前往你们口袋干吗 哦 你还真的改革了 现在没有权力了 你来抱怨 有一个人想当皇帝 有个人想当皇帝 当然不好 任何皇帝都得推翻 但是你们也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了 地方官员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请问抓过几个呀 现在的财产 别人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吗 我只是不想涉及到私人官员 这海外的财产有多少 我在香港工作了七年 我在美国澳大利亚 待了这么久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哪个鬼别面子 把这些财产搞到外面 当然 大家不要担心 送到外面的财产算了 直到没有了 你拿不回来的 但是在国内的财产 你想洗白 你想今后 让你的子孙后代不被亲散 各位认真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老羊头这些年 不被你当归事的那些苦苦说教 让我们大家一起完成兵主 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每个人活得都有尊严 不光是你那些有钱人 活得有尊严 这样情况下 我给大家拉拉扯扯讲这么多 那么尽量听后来 我的讲 我给大家说过了 因为我是闲聊 炉边谈话 炉字的炉 炉边谈话 不是路边谈话 在中国大陆我是路边谈话 那因为这些东西我都写过了 所以呢 我就不完整系统的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那就是聊聊天 希望今后还有机会 我们就是经常有互动 现在互动不是太多 大家看看老羊头的这个要出门了 大家看见我的这个累死了 累死了 好各位 那今天我们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看多少时间我也没注意 多少时间 好 哎 关不了了 怎么回事 一一不舍 因为我还有事 好 停止直播 好 好